指揮中心宣布 第三劑疫苗間隔時間縮短為十二週 符合資格的民眾 暴增到了七百六十多萬 臺北市預約平臺 今天開放十五分鐘內 就超過兩萬人預約 是一度當機 而北市府也趕緊加量 選擇孫昌就指示一九二 中央的預約系統必要時 要重新上線 而總統蔡英文是在下午 視察了指揮中心 為民眾要趕緊接種第三劑疫苗 也替第一線的防疫人員來打氣 指揮中心七號宣布第三劑疫苗 縮短間隔為十二週 立刻湧現預約熱潮 不但診所詢問電話暴增 臺北市預約平臺上午九點開放 十五分鐘內有超過兩萬人預約 系統一度當機 北市府也加量 預計下週有十萬劑可以接種 十號還有下一波預約 目前符合施打第三劑的人數增加到七百六十多萬人 群院長蘇文昌在上午召開了擴大防疫會議 指示行政院秘書長李孟燕召集相關部會 討論並且更新一九二二中央預約系統的設計 在必要時可以重新上線 想請問最快何時會重啟 今天下午會討論 桃園機場群卷擴大 服員都繃緊神經 總統參議員下午特別視察指揮中心 請國人不用驚慌 未來也要嚴格執行春節防疫專案 更呼籲大家儘快接種第三劑疫苗 我要請大家做好防疫措施 也儘快地接種疫苗 一起來提升我們臺灣的群體的免疫力 蔡總統也強調 不論是機場清潔員或是防疫計程車司機 都是在第一線替大家承擔染疫風險 各界應該要關心及鼓勵 不應該稱他們是防疫破口 感謝所有防疫人員的付出 記者韓章子佳台北報導